这次净调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速度焦虑还有换代焦虑的同时 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东西 我们在被大家都忽略掉的 凤凰同行这个期刊上 找到了他们企业真正的价值 其实不管技术如何更新和改变 人终究是最宝贵的财富 谢谢 陆总 说实话 刚听到您不投的时候 我还挺惊讶的 毕竟凤凰各方面数据都挺好的 但听完汇报以后 我不得不佩服您的判断 施总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好你吗 林萌 你成长很快啊 是不是这次跟陆总近调学了不少啊 施总 林萌为了这个项目可是拼尽了全力啊 那重感冒都是硬体验过去了 当然 幸亏有陆总在 多亏陆总的照顾啊 林萌 好好谢谢陆总啊 谢谢陆总 谢谢陆总 我 我倒垃圾 我回家 那 那什么 什么 哎 嗯 哎 那个 哎 哎 哎 我就说你俩有问题啊 啊 最后没换狡辩了吗 老实说带 你俩现在发展到哪步了 这是金子呢 你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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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脏不脏啊 还不是怪你多嘴 你还怪我 你跟小柠檬那么大事 你瞒着我你 这就是个意外 意外 你敢说你对小萌萌 没有一点心动吗 什么小萌萌 肉麻恶心到胃口 小柠檬都辞职那么久了 你还三天两头跟她搅和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呢 我是觉得 她跟我做秘书 我输先 现在看来投资能力也还行 要是能回到竞争资本 也算是个得力助手 反正就那样 我拉了一个脚皮 怎么样 挺棒的 挺棒的 接下来关注什么项目啊 一起做一点 接下来 我正在考虑啊 健身房这个项目 觉得怎么样 挺好啊 你也别忙不得地说好 毕竟是个投资 还有考察 还有调调言 听听大家的意见 尤其是年轻人的意见 小姑娘 对不起啊 我问问你啊 你平时去不去健身房健身啊 我以前去健身房的 但后来因为工作太忙 就没去了 是吧 而且我之前还在健身房 办了一张年卡 但没到三个月 商家就跑路了 是吧 到现在我的钱还没要回来呢 她说这种现象倒是有啊 因为健身房这个行业 门槛太低 鱼龙混杂 就是这些人把这个行业的 这个口碑搞坏了 而且我觉得健身房 它的商业模式 还是比较单一的 同质化竞争也比较大 还有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持续性不高 就好比 它把几公里周围的人 都吸引过来了以后 就很难再有新的客户了 因为健身房很多机制 还不够完善 所以对我们来讲 牵管难度还是很大的 有道理啊 小姑娘 你怎么称呼啊 给您一张我的名片 饮食资本 柠檬 小您 对 您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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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也有名片 梁国志 你别看我老了 满头白发 但是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 你们脑子红的想法多 有时间咱们多聊聊 好的 梁总 好 刘志文 谢谢 刘总 刘总 那咱们喝杯酒吧 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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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酒 喝杯酒 来 一桌咱们投资成功啊 好